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新剧公诉精英剧本围独路透曝出 状态满风 期待安妮 近日 一组疑似迪丽热巴 围独公诉精英剧本路透照片流出 迪丽热巴身穿黑红格子衬衫 佩戴一顶黑色棒球帽 整体打扮休闲舒适 从照片中看迪丽热巴当天的状态也是超好 公诉精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讲述的是检察官安妮受上级命令 调查一起大学生投胡案 牵扯出一家大型游戏公司旗下的某直播软件 涉嫌违法行为 最终女主历经重重坎坷搜集证据 不顾自己的危险将不法分子绳之以法 为受害者讨回公道的故事 迪丽热巴2015年 凭借电视剧《克拉恋人》走红 随后因加盟奔跑巴兄弟而更受关注 在2018年 凭借漂亮的李慧珍获得 中国电视精英奖中最具人气 女演员及观众喜爱的女演员两项殊荣 成为了最年轻的精英事后 出道几年 年纪轻轻就成为事后 一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 但是对迪丽热巴来说 这个是后代给她的不是荣誉 更多的是争议 她甚至被称为水后 以往的好口碑也是急剧下降 虽然之后的几年她依旧热度很高 片约不断 但是围绕对于她不看好的声音却很多 《公诉精英》为中国首部 聚焦女性公诉人题材 且由网络犯罪真实案例改编而成的电视连续剧 此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以及腾讯视频都将该剧列入2022年电视剧片单发布 迪丽热巴能主演这部剧可以说是对她这么多年的一个肯定 如果这部剧播出口碑不错的话 对于扭转她身上的标签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这部剧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官宣 不过该定的估计也早已确定了 期待早日官宣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